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鱼丸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呢 是关于第七喷油嘴清洁 也就是这个 涡轮 涡轮后边的一个 这小喷油嘴啊 把它给清洁一下 很简单 需要的工具呢 在这儿 12和14毫米的这个 这个神工扳手 然后是在无底下随处可以找到的这个 金属的刷子 然后 这原理就很简单 这个 喷嘴 一小一大 两个这个螺母 先从那个外边 14毫米的 给它拧送 然后呢 就能释放掉这个 这个 输油管 但这里有一点 就需要注意啊 这输油管是金属的 然后 比较 就比较 不那么能弯折 所以大家拧的时候 小心一点 现在 现在已经 把这外侧的给拧松了 是这样 呃 最好是拿着12号的 搬手 把里边的 用手啊 固定一下 这样的话 在拧外边 不容易把它这个 周围的螺丝给 给给怎么讲 破坏掉了 现在外边的已经松了 松掉之后啊 可以看这个 这个输油管就可以 拿开 然后 稍微给它 搬到边上 啊 不耽误这个 喷嘴 拧了就行 把这时候用12的 做这个动作啊 前提是 发动机得冷 要不然这个部分 这个怎么讲 非常热 然后 这个喷嘴 是没有 橡胶件 所以 不用担心 经常拧它 会 出现什么老化的问题 我自己呢 是大概每个月 都要拧下来 把这个 上面这个集碳 黑黑的 用这个刷子给刷掉 这个刷喷嘴 这个呢 就进去 通一通 那个喷嘴 这个安装 安装座 你看我一直 向那通 通到这个底部 它有多深呢 这样 做一比较吧 所以 它这个底座啊 还挺深的 里面可能积碳也不少 得多 这个 来回的给刷一刷 然后 我现在去刷这个 这个喷嘴啊 就算是刷干净了 这干嘛用的呢 就是 尾器进到涡轮 然后 再向后排嘛 这过程中呢 就是为了避免 尾器温度不够 燃烧不充分 然后 会导致什么 积碳嘛 乱七八糟排黑烟呢 我这时候呢 就 发动机本身是有 六个喷嘴 然后算上它呢 就第七个了嘛 这就是它 为什么叫第七喷油嘴 它呢 在少量的喷点燃油进去 二次燃烧 然后 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比如说 天冷 然后 带素 或者天太热 吹空调什么的 就带素 带素时间长了之后 它这上面就会被 积碳 给呼死 它容易造成堵 这个堵塞嘛 所以给它清理清理 然后再给它 装回去 就完了 然后 因为这个 我自己呢 是 经常要把它给拧下来 所以 我也不会把它给拧得太紧 就往回装的时候 因为你看 螺纹其实 刚才 这么长螺纹 它这密封性 应该是 还不错的 不会因为我拧得 稍微松一点 或者紧一点 产生很大问题 那我自己拧上 这个习惯呢 就是先涂手 把这个喷嘴拧上 但是别叫紧 然后 把这外边 塑油管 那个 螺母啊 也给叫上 也是用手 然后 就没法露 我得用这俩帆子 就是 看看怎么讲 互相拔着吧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拧这个 然后用十四的拔着这点 拔着点这个 因为我担心它拧着 它向这个顺时针 较紧的时候呢 会导致这个金属的这个管 也是顺时针的这个跟着动 这不产生一个形变吗 我就为了尽量避免 不要让这个管子出现形变 然后 嗯 我自己大概就是手 拧紧了之后 啊 班子较紧 也就能较个 不到90度 就是凭感觉吧 稍微 带上一点就差不多了 啊 现在 这两个我已经都给较紧了 然后 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点火就正常用了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 祝大家出行平安 下回再见 拜拜